《生命电视台》的诸位观众 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再跟大家来见面 今天我来持续在上次有新的一年 有四句棉地的话来跟大家共勉 那就是饮水诗缘历史名 知恩报恩好愿行 神居明德宏图展 国运苍隆天下平 我们佛家也就是在戒定会这方面的 三方面的一个修持 还是要以这个戒为一个根本 戒为无上菩提本 应当一心持境戒 我们特别也想到了我们的佛陀 当他还是一个王子的时候 他看到了人类的生老病史 几次的处理这个城门 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启示跟反省思维 究竟人类众生有这么多的痛苦烦恼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痛苦烦恼呢 他要寻求一个解决这些痛苦烦恼的一个道路 也因此他在一次处理城门 见到了一个修行者呢 他看到他这么样的宁静安详 跟一般云云众生有很大的不一样 于是他来跟他请教之后呢 也给了他很大的一个这个启发 他觉得他真正要寻求一个解决人类烦恼 痛苦之道 他也必须要有一段时间 让自己能够沉静一下 所以他发一个心要处理王宫要奔向山林 他这个心就是一种求道之心 求道之心 所以习达多太子求道跨马越城奔山林 他在发这个心之后呢 在一个临静的夜晚 他悄悄的告别了他的爱妻跟儿子呢 骑着白马呢 他就离开王宫了 一路呢 向山林奔去 他来到山林呢 换下了王子的龙袍 变成了一个在山林里面的一个修行者 我们想想看一个尊贵的王子突然之间来到山林呢 变成一个修行者 这个生活环境是很大的不一样 作为一个王子样样多久能来服事 要有什么自然就有什么 所受的教育各方面都是最好的 那来到山林呢 换下了龙袍 完全呢 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 但是习达多太子 他为了追求真理 为了能够来亲近更多呢 能够帮助他在真理 在道上有所明白 可以来亲近学习的善知识呢 他宁愿过着在山林里面的生活 所以这份精神呢 真的是很不容易 他也在山林里面 也亲近了很多的善知识 来修学这个禅定 那跟很多的仙人 这些来修学 那么他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启发 也达到很高深的这个禅定的境界 也就是所谓到达的 所谓的这个非想非想处定的一种境界 他都达到了 但是他认为呢 那些还不够究竟 所以他也在亲近其他的善知识 乃至呢 在当时呢 大家很流行的 用总统的苦行 来磨练自己的身心 他也去尝试 所以他曾经在山林里面呢 曾经指示呢 这个一粒米脉的时候 我们看到修苦行的那个像 这个皮肉筋骨呢 就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也是这么样的认真 在尝试用各种方式来修行 希望他能够对真理有所明白 后来他因为太精进太劳累了 竟然这个昏倒 那有一个牧羊女经过 用了羊奶呢 来供养他 他于是苏醒过来 同时呢他有更深的一个体会 光是一昧的苦行呢 对真理的测误 还是没有究竟的帮助 于是 他在一个这个泥棉禅河呢 来洗净自己的身体 寻找了一个大树 就是菩提树下呢 然后他在这菩提树下 他就下了一个决心 如果不能彻悟真理呢 我就不离开此作 所以西达多太子 就在这棵菩提树下 他经过了一个大禅定 大示威 从白天到黑夜 黑夜到白天 这当中他也经历很多的考验 甚至内在的 外在的 种种的考验 种种的一个摩考 但西达多太子 他以他的禅定 以他清静的心 都能够经过种种的考验 因为他的心呢 越来越清静 最后 在一个临静的夜晚 他看到了这个明星的陨落呢 一切的因缘成就了 于是他大扯大悟 西达多太子 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 他说道 其哉其哉啊 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得相 却因妄想执着未能证得 众生呢 都有如来智慧的得相 却因为我们自己的妄想 我们自己的执着呢 所以把我们清静的自信蒙蔽住了 所以因为妄想执着呢 未能证得 经过多年苦修 终于呢 彻悟了真意 当然佛陀在这菩提树下 又经过这个 这个七周的一个思维 在每一周 也都有很多种体验 比如说 他在悟道之后呢 他观树念恩 他离开这个菩提树 向前走了几步 回过头来 向这个菩提树来合掌顶礼 来感念这个菩提树 在他修行的最后的历程呢 能够帮助他 有一个很可以安身立命的一个知识 场所 特别是有这么一棵大树来批印着他 让他完成了真理的一个策务 这就是希达多太子 他观树念恩的这份心 那希达多太子 他也知道他所策务的真理 也是希望能够更多人来分享 那么在天人的齐寝之下呢 他也发慈悲 终于呢 他就走向陆野院 在走向陆野院的途中呢 也有一段很感人的故事 那就是 他在途中呢 在一个地方打坐就陆定了 陆定之后突然之夜呢 这个乌云密布 这个电光闪闪雷声隆隆 就下起了一场大雨 这个雨呢 越下越大 慢慢的 但佛陀呢 依然是在禅令当中不为所动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 在这个湖里面呢 有一只巨大的灵蛇呢 他看到 这个悟道的佛陀呢 在风雨当中禅定 怒定 不动 他就发了一个 悟道之心呢 从湖里面呢 游了上来 以自己的身躯 围绕着这个佛陀呢 那用自己的上身呢 这个张开来 来保护着佛陀 那么就是佛陀在悟道之后 要往路远远途中呢 一个让我们非常感人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就是这个灵蛇护道 的一个故事 灵蛇护道的故事 那 所以 这个故事 我们 在去年 台北市佛教会 庆祝佛诞节的时候呢 我们 也把这个故事 再演了出来 我们的 那个 佛陀的名称叫做佛陀与龙王 那一支巨大的灵蛇呢 就是 慕增灵 佛陀与龙王 所示现的 来保护着佛陀 所以 我们再把这个故事呢 来做一个演出 演出 也是 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 这个启发 所以众生呢 都有佛性 人人都可成佛 所以我们佛陀所悟道的 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得相 却因妄想执着未能证得 所以佛陀 来到了陆野院 就为那五位行者 就后来成为五位比丘 当初跟随着佛陀呢 从王宫里面出来 他的父王呢 特别指示他们呢 一方面来保护着佛陀 保护着这个希达多太子 来修行的历程 后来某种姻缘呢 他们也各自在一方来修行 他们还是继续修行他们 当时印度呢 所流行的一个苦修 所以当佛陀呢 一步一步向他们走过来 原先他们 还有一分那一分傲慢 轻视之心呢 他们觉得习大多太子 他放弃了苦行啊 这有一点轻视 但是当悟到了佛陀呢 走到他们的身边呢 他们那份我执呢 自然就融化了 他看到那样慈悲智慧的佛陀呢 他们一一在佛陀的坐下来顶礼 那这时候佛陀呢 就为他们慈悲开示 开示这个苦疾灭道 这个世圣地的一个道理 苦就是我们现实生活 所感受到的痛苦烦恼 那这个痛苦烦恼 也一定有它的原因造成的 疾呢 就造成这个苦恼的这个因 那我们感受了这个痛苦烦恼 我们希望这个苦恼能够灭 灭 这是我们所希望这个苦能够灭 那怎么样来灭这个苦呢 那我们就要明白这个原因 找到一个对峙的方法 那就所谓的道 所以这个苦疾灭道 这个道理呢 就说明了一个因果的道理 这个苦疾呢 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因果 那灭道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处理这个痛苦烦恼 的一个因果 所以这个世圣地呢 所讲的也就是一个因果 所以佛陀在路野院呢 就为这五位行者呢 来讲这个世圣地的道理 那这就是所谓的初转法轮呢 在这个路野院 那佛悟了道 那传给了这五位比丘 所以从此呢 佛法身呢 这个三宝就具足了 那接着佛陀就更开展了他 弘法立身的生涯 他随缘来度化 上至国王文武百官 世隆工商 乃至各个宗教各个领域 里面的一些老师啊 一些很多人追学者 太多随眼来教化 后来跟随佛陀呢 有一千两百五十几位的 藏随众的弟子 跟随佛陀来出家 当然这个世隆工商 各个领域的也是很多 所以佛陀随远来教化 也建议了像齐渊金社 竹林金社 很多的道场 那一直到这个八十四寿呢 圆满了他的弘法立身的生涯 所以八十四寿呢 在进入涅槃 所以佛的悟道之后 这有四十几年的弘法的一个光阴 所以我们就以佛陀这一生 习达多太子求道 跨马月城奔山林 六年苦修彻悟真理 四十九年广度众生 所以这种精神呢 就值得我们来养静 来孝学 来孝学 所以我们跨马月城奔山林 一直到他彻悟真理 弘法立身完成了他一生的一个心愿 所以这种不达目的绝不终止的这个精神呢 我们可以说他就是一种马子弟的一个精神 马子弟的精神 我也用这个马子弟的精神来跟大家共勉 那同时呢我们过去我们金色的青年会 后来变成一个每年都会制作一部比较大型的这个花灯的车呢 来参加这个新春元宵的一个圣会 那今年呢我们大雄金色所做的这批大型的花灯呢 就是神居明德佛光普照 我们一杯很雄俊的马 那马上呢就坐着佛陀 叫神居明德佛光普照 我对于我们大雄金色这个花灯制作小组呢 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完成了这个神居明德佛光普照花灯的制作 这个这样的精神呢也就是一种马子弟的一种精神 所以我们从佛陀呢跨马月神奔山林呢 为了追求真理测误了真理 弘法立生四十九年 这份精神也是用马子弟的精神 大家来想起佛陀的这份心 我相信呢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励 所以今天呢我再特别延续上一次这个神居明德宏图展 再把这个马子弟的精神呢来跟大家分享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看重自己 即使呢我有遭遇到一些考验 不管是身体上的毛病啊 或者事业上的烦恼啊 我相信我们只要把心静下来 大家念念佛呢我们心就会比较平静 我们念佛的慈悲念佛的智慧 我们多感念有恩于我们的人跟事跟物 相信我们对很多事情就会比较不会去计较 就会更能够放下 你看佛陀他是一个王子为追求真理 他毅然决然跨马跃成奔山林 所以开展了他这个为解救众生烦恼的这样伟大的一个志业 所以我们只要我们静心下来多想念佛陀的慈悲智慧 相信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激励跟开展 今天我就以这个佛陀啊 这个马子弟的这个精神呢 来跟大家共勉 也祝大家 身心自在 福费增长 谢谢 阿弥陀佛 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中心 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 护持 救护 养护流量狗 华博帐号 5001 6766 5001 6766 铺明 台湾救狗协会 佛教慈悲置业 曼苏势力中心 劝发菩提心文 招生通启 此菩提心诸善中亡 而苦难众生是菩提心的根本 诸佛菩萨为菩提心之花果 原菩提心必于众生中求 如何在现行大环境中 发起正确的菩提心 能发起菩提心又有哪些因缘 每日我们饮食三餐 但佛陀说的精神解脱法时 我们有按三餐私食吗? 进入由净土宗第十一主 醒安大师为我们悲戚之意 听闻读诵者 无不落泪 修净土法门的行者 更需切愿发此菩提心 让我们在五浊而时中 思想波如何不受外境干扰 转成静善的光波 与法相应 与佛同行 课程内容 醒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 课授讲者 辛普法师 上课时间周六上午9点半至11点半 上课日期7月8日7月15日7月22日7月29日8月12日8月26日9月2日9月16日9月23日9月30日共10堂课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三段99下石农2号1楼 报名电话02-2631-0619 02-2631-0619 汤区者 市场售ؤ筏 汤区康宇 汤区康宇 生命有无体 伐水有长流 生命电视慈悲奏就 生命之美 接下来请收看 空中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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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讲解的是 菩萨行六度波罗蜜之波罗蜜 视频在第31、32 图表在第16 课本繁体版在140页 简体版在63页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菩萨的修行法门最重要的一个 也就是六度里面的波罗波罗蜜 那波罗波罗蜜呢 它是属于会学 智慧的会学 那在传统佛教 阿弥陀佛